那我们一同翻开这个药理问答 翻到第21主日 我们来宣告54到56文 54到56文 我来读问题我们一同来读回答 54文 论到圣儿宫之教会 你相信什么呢 我想相信一样的这个儿子 从我们全人的教会中 自世界之始 自世界之末 却在让他的圣灵和圣言 为自己教聚 不为了一定好处的一句宣言 教他们的圣灵 使他们在这些心情上 可以 并结婚戒戒之时 也将永远使得到团队里 获得的真实 第55文 你如何理解圣徒相通呢 以地所有的信仲 都是其作的这些心情 与他和他一切的丰盛和恩赐 所在此 第二 每个信徒都因自己的领恶意 为其他这些严肃 使用自己的恩赐 第五十六文 论到罪得赦免 你相信什么呢 我相信上帝已经基督无罪得赦免 我再信念我无人所在罪 也不信念我必须一生与其真凌的罪行 方而经他的证件 他还将其意义与未有 使我永远不在上帝的侦察 还可以一定会 阿们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一同来思想的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圣族相通最多赦免 那这个是《使徒信经》当中还记得 我们提到《使徒信经》有三个我信 我信父 我信子 我信圣灵 那这个是在我信圣灵的这个部分 所以所有的这一切教会论和旧文论 是圣灵论里面的部分 这是圣灵所要做的工作 所以还记得我们之前在上午的时候 我提到这个问题的 圣灵今天在干嘛 圣灵今天在地上建立圣而公之教会 并且在圣而公之教会里 在施行他的赦罪的这个恩典 这个福音在教会里施行 所以这就是二十一主日 药理问答所带领我们去一同思想的 那到底什么是教会 我们今天当我们谈到了 我们可能谈到上帝 我们谈到了上帝论 谈到了基督论 谈到了圣灵论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思想的是 教会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有教会这个东西存在在世界上 今天如果你去随便大街上问一个人 或者你去到网络上到字典里面去查 教会到底是什么 你得到的答案呢 通常来讲会是这样的答案 教会是一群宗教人士 一群信仰宗教的人 信仰上帝的人 比如说如果把教会这个定义 缩减到基督教的领域 一群基督徒 他们自发自愿所组织起来的 一个宗教团体 这是今天你去美国政府 你去美国政府 你说我要注册一个教会 美国政府在法律文件上 对教会的定义 是一个自愿组织起来的宗教团体 那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样的一个 民事法律层面上的定义的话 那么我们就完全 作为基督徒 我们的理解 对教会的理解就完全失交了 作为基督徒 我们对教会的理解是什么呢 我们对教会的理解是 这个教会不是我们基督徒 自发自愿 靠着人自己的意志 所组成的一个宗教团体 教会是通过上帝的意志 在这个世界上 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现实 若没有上帝的旨意 若没有上帝的救赎的工作 这个世界上将不会存在教会 所以我们必须更新 对教会的这种神学上的定义 我们不能只停留在 这个民事法律层面上的定义 而在圣经当中 当提到教会的时候 圣经经常会用这样 两个不同的比喻 来形容教会 一个比喻是把教会 形容成一个身体 像我们今天所读到的 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说 教会是基督荣耀的身体 这是一种比喻 另外一种比喻是 把教会形容成一个房子 这个不是一般的房子 这个房子是圣殿 所以以弗所书信当中 保罗继续说 你们被建造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之上 由基督耶稣做房角石 使你们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所以圣殿 和身体 这是圣经当中提到教会的时候 最经常出现的两个概念 当然形容教会的这些词语 在圣经当中还有很多 比如说上帝的百姓 或者所圣的渔民 不是打鱼的鱼 是圣鱼的鱼 比如说以色列 比如说羊群 有很多不同的比喻 然后另外在新月圣经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 就是教会是基督的新娘 但是在众多的比喻当中 这两个比喻是经常出现的 而且笔墨会更加的浓重的 那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以及教会是基督的圣殿 所以教会是上帝 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 有的时候我们会陷入到 这种个人主义式的信仰 那就是认为我信耶稣 就是我与耶稣的个人关系 只要我个人得救 灵魂得救上天堂就好了 这是我最关心的事 上帝怎么祝福我的一生 这些都是我 我的个人的生活 但是我们却失去了 对上帝整个的大的教会的理解 所以要理问答提醒我们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是一个更大的现实当中的一部分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单拿出来不是基督的身体 我一个人单独拿出来不是基督的身体 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自己成为基督的身体 而必须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而这并不仅仅单纯的是一个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差别而已 当我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而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的时候 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 这并不是说 我自己一个人人数比较少 所以我就不能是身体 而是相反 是这个身体的概念先于肢体的概念 而不是肢体的概念先于身体的概念 我不知道这个逻辑关系 你们能不能想明白 如果我们把肢体的存在先于身体的存在 那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按照美国民事法律来定义的这个教会的概念 那就是一堆人自发组织起来的一个团体 所以先有肢体一 肢体二 肢体三 肢体四 肢体一百 好了 他们决定在一起组成一个身体 啪 组成一个身体 不 是反过来 教会先于每一个基督徒 教会先存于每一个基督徒 为什么 因为基督的身体先存于我们的存在 我们只有接在基督的身体之上才成为基督的肢体 我们若不接在基督的身体之上便不是基督的肢体 所以身体是先存的 肢体是因着接入到身体上而存在的 所以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这意味着你无法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如果你只是拿着一本圣经 关在你自己的深山老林的大宅院里面 就读经祷告灵修 你就可以做基督徒 当然我并不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得救 而我是说这种生命存在的状态 并不是圣经给基督徒生命 给基督徒生命所描绘的那个图画 圣经所描绘的基督徒的生活是在基督身体上的肢体的这样一个生活 所以我们需要更加重视教会的意义和教会的存在的价值 可能有一些人会说 我很喜欢基督教 我也很喜欢耶稣 但是我就是不太喜欢教会 我不太喜欢基督徒 耶稣都很好 圣经也写得很好 但是基督徒不好 所以我不愿意加入教会 我不愿意成为基督徒 那么这种说法我们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当然因为你没有活在耶稣的身边 你没有在你的生活当中真正见过耶稣 也许你真正见了耶稣之后 你也不一定会喜欢耶稣 就好像犹太人一样 但是你见到的都是基督徒 见到的是教会 而圣经告诉我们 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呢 你要注意到 圣经保罗说什么 保罗说教会是什么 对保罗来说教会是什么 保罗在教会里面经历过什么 保罗在教会里面经历过 被教会的信徒嘲笑 在哥林多教会 教会人说 那个保罗说话 很粗俗的 没有什么文化 没有什么知识 保罗被教会的人羞辱 保罗跟教会的人吵架 跟巴拿巴 跟在事工当中 有许多的这些 让他非常闹心的事 马可 他跟马可也合不来 所以巴拿巴 带着马可出来的时候 他也不开心 反正这个教会里面 他经历了很多很多东西 但是保罗在写信给以弗所的时候 保罗说 你们要记得 教会是基督荣耀的身体 你们要记得 教会是基督荣耀的身体 哪怕这个教会表面上看来糟透了 像格林多教会一样 里面还有跟继母翻奸淫的 怎么这种事都出来 教会里面有偷窃的 保罗说 你们原来偷窃的 别在教会里面偷了 别偷了 行吗 在教会里面有各种苦毒 宣扬 毁谤 保罗写信说 这些事我都知道 这些事是现实 教会一塌糊涂 在耶路撒冷教会 说希伯来语的寡妇 跟说希腊语的寡妇吵架 都这些事 这就是教会 但是保罗说 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 是基督荣耀的身体 所以你必须把你自己 那点骄傲 那点傲慢 那点自以为是都丢掉 然后跟保罗一起跪下来 在上帝面前承认 这样的教会 这样让你感到非常 无力的教会 是基督荣耀的身体 而你不是教会的主 你也是这一团乱麻当中的一份子 你也是参与到其中 贡献整个 对吧 这一团乱麻的教会的现状的 其中一个 但是你也是 那个荣耀身体上的荣耀的肢体 这就是教会 所以我们需要 对吧 我们需要从神学的角度 从属天的角度 从耶稣基督的角度去看教会 现在的教会 就是现在的教会 就是现在这样的一群 乌合之众 要理问他说 这群人 是神的儿子 怎么说 神的儿子 从全人类当中 自世界之始 至世界之末 为自己招聚 护卫 并保守的 这么一群人 你知道吗 就是这么一群人 是耶稣基督自己招聚的 所以我们 对 尤其是 尤其是这个 喜欢经常抱怨教会的 我们 不能超过耶稣的眼光 我们的 我们的 审美 我们的 我们的要求 我们的标准 无法超越我们的主 如果这个人 是耶稣要拯救的 他是耶稣的 身上的肢体 我再怎么讨厌他 他也 我也承认 他是荣耀的肢体 而这 反过来也应用在 我们自己的身上 难道不是吗 能不能 你应用在那些没有基础的教会 所以我们要区分什么是真教会 什么是假教会 所以不只是 你能不能对待这些教会 因为我们批准比较多 比如说包括麦可和 有严厉的体制 但是我们怎么对这些教会 如果他是真教会 如果是没有基础的教会 那就是假的教会 比如说 很多的自由派神学的教会 很多对着大树说 喊主的教会 那他挂着基督教的名字 但不做基督教的 但不是基督教的事 这样有很多 比如说在旧约的以色列 以色列国 400个先知都不是敬拜耶尔华的 那个国家名字上面 法律条文上也写着以色列 但不是真以色列 在那本书里面 教会是这些自由派教会 还是一般的自由派教会 我们没有一个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是在神学上区分 我们是在神学上区分 在当时的以利亚的时代 以利亚可能并不会被 以利亚也不知道她自己 到底有多少是上帝的真贤职 对吧 但是上帝会告诉她说 除了你之外 我还为自己留七千人 所以上帝的计划是这样 所以我们无法在那个时代 比如说以利亚 无法在以利亚的时代 去从机构性的角度来讲 去把这个界限完全划清楚 没有向我发现 对 没有人脑门上写着 我没有向巴黎低头 对吧 所以从外在的机构性的角度来讲 是很难区分的 包括甚至在同一个机构里面 也会存在不一样的 对吧 就算是在真教会里面 也有真信徒也有假信徒 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并不是区分 哪个机构到底是哪个机构 哪个机构就完全都是真教会 但是我们要做的是 从神学上来区分这个问题 从神学上我们有意识到说 如果这间教会是按照真教会的标记 宣讲纯正的福音 执行纯正的胜利 有教会纪律承接 那么这间教会 不论它的外表上有多么的软弱 不论它有任何的 从人的角度上有充满着各样各样的问题 但是它依旧是荣耀的身体 基督荣耀的身体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强调的 所以这个教会 不仅仅是本地的 而且是普世的 因为基督的身体 是要里面拿起到 从世界之始到世界之末 所以我们的视野 对教会的理解 要超越我们今天 所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世界 我们教会是有一个历史性的 我们是与历史历代的圣徒一同敬拜 所以这种历史性 对我们理解教会论来讲 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们的敬拜 如果我们的神学脱离了历史 那么就会出现严重的脱轨的现象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经常强调 在我们的敬拜当中 我会经常强调说 你们向我们宣告信 我为什么要宣告史书信经 为什么要宣告逆下信经 这些老德牙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不弄点什么新奇的东西 就是因为教会的历史的延续性 我们是传承者 我们不是发明者 我们在领受那个传讲给我们的福音 我们不是在发明一套新的福音 所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 当我们使用这些大功的信经 等等这些元素的时候 我们要有意识 意识到 我是在加入到圣儿公之教会里 当我这样宣告的时候 当我用信心宣告出来 史书信经的话的时候 我不仅仅是作为基督身上的肢体 加入了这一间 恩约教会 在洛杉矶的恩约教会的 这一间本地的基督的身体的彰显 借着我所宣告的 使徒信心 尼西亚信心 亚太纳修信心 我的信心使我加入到了基督普世的荣耀的身体上 我跟圣奥古斯丁是属于同一个身体 是属于同一间教会的 我跟圣亚太纳修是同一间教会的会友 我跟加尔文是同一间教会的成员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对教会的理解 我们就不会局限于我们所生活的历史的现状 在某一个历史时期 上帝的教会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的彰显 是非常非常是非常非常渺小的 在比利时线条里面也提到 这一间他会用单数 这一间基督的教会在历史当中 有的时候会受到逼迫 甚至暂时来看仿佛已经灭亡了 就好像在亚哈斯做王的期间 这是比利时线条里面所描述 所以你在这些改教家们他们的思想当中 他们并不只是活在他们当时那个时代 他们是活在上帝整个救赎历史的 这样一个大的视角里面 所以我也希望这样的一个视角 是当我们去谈论到圣日公日教会的时候 我们所想到的 你能想象到整个一个以基督教为国教的 对吧 以对耶和华的信仰为国家官方信仰的这么一个国家 上百万人上千万人 对吧 我不知道有没有上千万 在那个历史时期 只有七千个人是真信徒 只有七千个 上帝自己说的 不是数据调查统计 人自己想出来 上帝亲口说的 在这么几百万几千人 如红海边的沙 天上的星那么多的人里面 只有七千个 是从来没有败过偶像的 是我为自己存留的 其他人全都灭亡 真教会 从来不是看人多人少 什么时候圣经告诉你 去找那个人最多的教会 那个绝对就是好教会 圣经什么时候告诉过你 这样的评判标准 那些教会特别兴旺 特别多活动 人丁兴旺 你知道往往人丁兴旺 有可能是魔鬼的会堂 不知道吗 所以 这就属于感激的心态 这边人多 这边人多 看这个 E&O的牌子人最多 所以他那食物是好吃 那玩意 你要天天吃也不行 所以这个教会的身体 和教会的圣殿的概念 是一样的 这个教会论实在是太伟大了 我这花三十分钟讲不完 你知道基督在地上的时候 为什么圣经要用这两个比喻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基督的圣殿 因为耶稣在地上 是这么指着自己的身体说的 你们拆毁这殿 我三天之后把它重新建起来 耶稣已经告诉你了 他的身体就是他的圣殿 这两个比喻 一个是有机的 一个是 一个是 这个一种无机的 但是这两个比喻是如此的 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他一方面要告诉你的是 当我们谈到身体的比喻的时候 告诉我们什么 是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命 与基督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只有连在基督的身体上 我们才是活的肢体 你把你手砍下来丢一边 让人家的手动 他能动吗 动不了 所以与基督的身体脱节的肢体 是死亡的肢体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牧师 每天天天跟赶鸭子似的 跟你们说 对吧 该来教会了 你以为我喜欢这么赶鸭子吗 不 想让你活着 想让你继续活着 但是接下来 圣殿的比喻是什么意思 圣殿是干嘛的 圣殿是献祭的 耶稣用什么东西献祭 用他的身体献祭 想明白了吗 这两个事是一样的事 在整个旧约里面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关系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一个东西 而接下来圣殿还是干嘛用的 上帝的居所 上帝住在里面 献祭的是上帝居住的所在 所以保罗说 你们是渐渐成为主的身体 是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在旧约的时候 上帝住在 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的 制圣所里面的约会 那是上帝的宝座所在 而耶稣说 那个殿你们拆了吧 不要了 我来重新建一个 我来重新建一个 用我的身体 然后耶稣死了 献了最终极的祭在圣殿 献了最终极的祭 然后又重新建了圣殿 是按照他复活的身体重新建的 然后他升天了 耶稣升天了 那圣殿现在在哪啊 在哪 耶稣复活身体 身体复活升天了 现在圣殿在哪 我们还需不需要建 耶路撒冷第三个圣殿 为什么 我们投那么多钱不见吗 这很好的房地产投资 不在了 为什么 耶稣升天了 圣殿 真正的圣殿在天上 那我到哪找上帝的居所 我还想去敬拜神 在哪去找 在地上在哪找 耶稣在地上的身体 在地上建的圣殿 你只有在这儿 在基督的教会里头 我不是单指这件教会 我说在地上全地 所有真教会 基督的真教会 你是在这儿才能敬拜上帝 而不仅如此 耶稣说 你们自己就是圣殿 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所以你们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微型的圣殿 然后你们组合在一起 每一个变成活石 组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地上的圣殿 然后历史历代的 所有的圣徒 再组合在一起 却变成了一个更雄伟的圣殿 然后等到耶稣基督 再来的那一天 天上的圣殿 和地上的圣殿 合而为一 那就是新天新地 新的耶路撒冷 所以这是教会 这就是基督的教会 所以我们需要 有这样的一个视角 而在这间教会里 我们要干嘛 在这间教会里 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领受上帝的恩典 就像在旧约的圣殿当中 圣殿是干嘛的 献祭的 献祭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献祭的结果是什么 以色列民的罪可以被赦免 对不对 你把牛羊牵起刺儿杀了流血了 然后一波怎么着 罪得赦免了 大祭司出来说 你们的罪被赦免了 在赎罪日的时候 进去说 耶和华愿纳你们 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们 愿耶和华赐给你们平安 你们的罪被赦免了 现在你们可以回去 平平安的去了 这大祭司做的事 在圣殿里面做的事情 而我们来到教会里干嘛呢 就是同样的 领受上帝在十字架上 借着耶稣基督所献的 那个赎罪祭带来的平安 我们所每周来到教会 来不断地聆听 这个罪得赦免的好消息 你只有在这儿 能够听到罪得赦免的消息 你只有在这儿 能够看到那个真正的羔羊 被宰杀流血 所以这是我们 在教会里面所领受的恩典 罪得赦免 这是为什么这些话 要连在一块说 因为我们这一生 还继续与我们的罪挣扎 我们需要不断地 回到那位大祭司的面前 来聆听他为我们 所宣讲的 给我们宣讲的恩典 让我们不断地听到说 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 那个赎罪祭 他的义已经归给我们 所以我可以永远 不在上帝的审判台前被定罪 这是教会存在的意义 这是教会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 教会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最终极的意义 就是向这个世界宣讲 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上帝愿意赦免罪人 使他永远不再在审判台前被定罪 使他能够获得永生 使他身体将来会复活 使他能够进入到永生 这是教会在地上 所以教会的工作是这个 教会牧师的工作是这个 就是不断地向那些依旧 还为着自己的罪而感到痛苦挣扎的灵魂 宣讲基督赦罪的福音 所以你来到教会需要怀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 你来到教会应该怀着这样的心 我要来到教会 因为我依旧我的罪在控告我 我的罪在使我灵魂痛苦 我还没有 我还需要再一次听到耶稣基督甘甜的福音 我还需要再一次从基督的仆人的口中听到 我的罪被赦免了 我需要再一次来到基督的桌前 来看到基督的身体为我掰开了 基督的血为我流 我需要这个 只有这个才是通往永生的路 只有在基督的 在地上的身体和圣殿里 我才能够找到那个永远的赎罪计 所以你来教会 好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 然后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然后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先来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继续借着要理问答 来教我们思想你在地上所设立的这个圣灵的宫殿 这个圣儿宫之教会 主要我们不得不承认你的智慧是何等的伟大 你要叫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合一 你要叫那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能够在我们今天这个世代 能够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 能够得以彰显 说尽管教会的看似是软弱的 但实际上却的确是你荣耀的身体 说求你给我们这样属灵的眼光 能够叫我们能够明白保罗的话 并且能够因着基督的身体而感恩 说求你带领我们这周接下来的生活 与我们同在 能够在下一个主日再一次 把我们召聚在一起 作为基督荣耀身体上的肢体 来一同的聚集彰显基督的荣美 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考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